请妈妈拿好不好 这次你还拜托 那我没有骂你啊 这次人和家长差点起冲突 原来是小朋友想拿试吃品却被阻止 因为在美食卖场里想试吃得由家长拿 儿童不能任意自取 仔细观察 似乎真是如此 喜欢就可以在哦 任性欢迎招呼神后都是小朋友 乖乖站在家人身边 熟客就懂得接过后再传给孩子 全于美食卖场试吃有规定 试吃摊前贴出大大公告 写着家长注意 为确保12岁以下孩童安全 样品只能由家长拿去 试生员透露是要避免试吃争议 毕竟美食卖场每天有大量试吃 对孩童还是有潜在危机 像水果类有果核容易噎到 汤瓶和肉类煮过温度高 不注意可能被烫到 麦片和饼干类多含有花生 杏仁容易引发过敏症状 这样也好 因为有时候它是烫的东西嘛 那小朋友如果自己去拿的话 也怕发生危险 就这样比较好啊 如果他拿出去之后 如果受伤什么话 要谁负责 卖场内试吃 孩童若吃出意外 后续责任难理清 小把关认为得由卖场和厂商 共同连带负责 卖场证实全是为了安全 试吃多一道关卡 把意外发生几率降到最低 三十五清俊干和人黄 建议台北报道